看見你帶了書 你看 喜歡嗎 喜歡看書嗎 我所生的是1938年3月 那現在應該算85周歲了吧 大陸開始有希望工程 我就每年開始 就帶任捐移民農村故兒 防止貧困的代季傳承 每一份努力都朝這個目標避近 你也不要感謝這是你們的權利 你不需要跟我做任何保證的朋友 就希望你有這個機會 自己好好去努力 就是責任更有 不能收成的權利 我也算是志願家 大家好 我是王超 我就是曾經接受過王會長 和我們廣東敘孤住學樹建會租自過的一名受住人 在我八歲的那一年 我家中遭遇了不幸 父親在外打工病故 家中母親是二級長級 我的家中還有八十多歲高齡的老爺爺 和年幼的妹妹 當時的我們真的很困難 在2014年7月 威馬遜颱風登陸徐文 我家的屋頂被颱風一掃而空 在不久後的一天 廣東敘孤住學促進會的王宋湯會長 帶著一批綠衣的志願者走進了我的家中 他們給我帶來了一些書 禮物還有慰問金 有了他們的即時幫助 我才可以重建了家園 在我最艱難的時刻 他們的到來讓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還記得在一個我讀初中的時候的周六 剛好是中秋節 廣東敘孤住學促進會的 綠衣志願者來到了我的家 他們帶我玩遊戲 那一天我和我的妹妹玩得特別的開心 還記得那一刻他們對我說一定要加油 從那一刻起那一天 我就徹底的刷新了我的人生 我感覺我的身邊充滿了愛 有人一直在看著我們的成長 像星星一樣照亮著我們 從那一刻起我告訴自己 所以未來一定要像他們一樣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在王會長告訴過我 一定要堅強地面對自己的生活 好好學習才有機會去改變自己的命運 現在我做到了 我已經大學畢業 並成為了一名人民教師 我很幸運 非常感謝廣東敘孤樹節樹進會 感謝我的王會長 感謝改變我命運的人 現在我最開心的是 我也如願地成為了一名綠衣的志願者 我回到了他們的身邊 和他們一起並肩作戰 為更多的孩子帶去生活的希望 我想說我會將我感受到的溫暖帶給更多的人 最後我想說 習文的孩子們 你們已經在祖國大陸的最難端了 你們不會再難了 要加油 王老師在看著你們成長 謝謝 謝謝 謝謝王濤先生的分享 確實85歲的高齡 20年的公益生涯 王宋湯會長用他的實際行動 改變了數萬名受助者的命運 再次謝謝您 好 接下來讓我們請出頒獎嘉賓 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副主席 陳兆滿菊女士 以及愛心獎徐曉輝紀念基金發起人 翟蒲先生 有請二位 接下來讓我們掌聲請出 2023愛心獎得獎者 廣東公益續孤助學促進會發起人 王宋湯先生 有請我們最長青的志願者 最寬闊的人生路 這條路沒有捷徑 是日復一日 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出來 越走越長越走越寬 請二位頒獎嘉賓為王宋湯先生頒獎 接下來我們聽一聽王宋湯會長的獲獎感言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大家好 我首先要感謝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 感謝愛心獎的唱辦人林主席 感謝各位評委把這份崇告的榮譽授予我 我想這個榮譽是屬於我所在的團隊 廣東公益續孤助學促進會 我們現在有4600多名志願者 這是一群充滿理想色彩和人問情境的追夢人 我們從2004年成立以來 資助了38,626名農村的孤兒和貧困學生 今年又幫了1600名 每名4500元 這是屬於基礎扶貧品 我記得18世紀的時候 就有人講過一句話 一個國家的強盛 是在小學的講台上完成的 我們成立以來 現在救助了4674名重症貧童 其中今年已經救助了573名 636萬 這是屬於應激性的救濟扶貧品 這些孩子已經失去了昨天 如果再失去今天 他們的明天會怎麼樣 如果社會出現階層固化 貧困代季傳承 我們這個社會又會怎麼樣 我們不可能改變他們的過去 但是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改變現在 給他們一個帶未來的希望和機會 再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 來改變一生的命運 我們成立以來 還舉辦了一系列的成長關懷活動 東夏令龍 體育製教 藝術製教 捐見用童場 圖書室 電腦室 校舍 我們還和香港游泳教室總會合作 每年暑假到農村的小學區 進行防止溺水的游泳排行 我們活動很多 今年是組織了2600多名志願者 舉辦了107場活動 那差不多每個禮拜有兩場吧 那麼按照這個社會實現制核算 我們成立以來完成了 資助性製作兩億兩千一百萬元 實現了捐贈收入兩億七千七百萬元 慈善是追求公平正義 在現實生活中的實現 這是人類遠古的呼喚 千年的期盼 我們這代人 不可能完全實現這個使命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也相信 我們今天的每一份努力 都是朝這個目標接近 包括我們今天的頒獎典禮 一個國家一個民主要生成 繁衍發展 總要有一些人在需要的時候 需要的地方站出來 戴個頭 需要的時候 必要的時候 犧牲自己 所以我想我們要繼續努力 把慈善這一份好事做好 做得好不如做得好 做得好才是真的好 讓我們一起來做得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